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展开《十善夜道经》第七面 第四行 佛此龙王热力邪行 即得四种智俗战法 何等为四 一 诸根调顺 二 永利宣导 三 世所称探 四 期末能清 十为四 若能浑向 佛罗多罗三秒三不提者 后尘佛时 得佛丈夫 因你藏相 我们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加 邪音 邪行是讲的邪音 如果能够 永利邪音 就得四种智慧所赞叹 这个智就是智 由智慧的人一定会赞叹 那么哪四种智慧呢 第一种是助根调顺 这句话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就是身体健康 根是根深 身体健康 是所有一切众生 第一个 希求的 人纵然得大富大贵 如果身体不健康 也是终身的遗憾 尤其人在中年以后 健康是真正的福报 那么这个 过度的隐喻 决定损害健康 年轻的时候 不懂事 中年以后 所有的 这些毛病 都出现 所以古大德 教导年轻人 这一条 是非常 非常 重视 那么第二呢 是 有梦里 宣导 这个 宣 是 在此地讲啊 是夫妻 家庭 家庭 家庭不和 吵吵闹闹闹 宣誓吵闹闹 倒是身心不安 你一个家庭里面 夫妻 不能活 多半 在现在人家 外遇 先生也外遇了 或者太太也外遇了 这个家庭 这个家庭的问题 是子女 尤其子女 在童年的时候 父母是他心目当中的榜样 他天天在看 如果父母做出不善的榜样 这是影响他一生 那么他在影响社会 这个影响逐渐逐渐扩大了 由此可知 邪行造无量无边罪 很少人能想到这些问题 能了解四世真相 如果你要能够用力写信 你的家庭好 夫妻好好 家庭好木 永远不会有这些现象 那么第三 世所称探 这是行而易见 夫妻好货 家庭美满 不但你的家人赞叹 你的父母兄弟赞叹 你的亲戚朋友赞叹 你的邻里相当 社会大众 没有不赞叹 我们前天 我们前天看到 这个回教传导协会 举办的他们的母亲节 表扬 表扬十几位 行妻良母 这些母亲 多半都是年轻的时候 先生过世 或者是离婚 他们一生守级 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 将儿女 抚养 承认 使儿女 受过很好的教育 今天在新加坡 这个社会 都有 有接触的贡献 所以这个母亲 在子女心目当中 是英雄 无比的伟大 回教社会 举行这个盛大的 宴会 来表扬他们 他们是社会的榜样 这个榜样的核心 中间就是 语音利益学习 我们中国古人家的手机 今天社会的动乱 我们常说 跟在哪里呢 跟在家庭破坏 年轻的 男女 不懂的这个大道理 结婚 婚姻 是人生的大事 你看中国古里 多么重视 为什么要那么重视 那么要隆重 来举行 它是 其家 治过 平天下的根本 所以我们细心 检讨 现前的 这个社会 整个世界 动乱不安 每一个地区 都埋伏着 严重的危机 这个基本的因素 在哪里呢 就是在家庭教育 俗合 家庭教育 要是没有了 那么我们的教育 就全盘失败了 今天这个世界上 学校很多 大学很多 受教育的机会很普遍 接受的是什么教育 功利的教育 鼓励人们 贪嗔痴 鼓励人 去做啥道淫妄 这个社会 怎么能好呢 这个发展下去 那真的 世界末日 就先前了 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社会 这个现象 现象就是预兆 什么样的预兆呢 世界末日的预兆 非常可怕 人与人之间 没有道义 只有利害 对我有利 这个人是朋友 对我没有利 这个人是敌人 这还得了吗 古时候 虽然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时代 有不少很好的 帝王 他讲 他讲仁义 佛教帝王 以实善之过 这社会 这社会各国阶层的领导人 从帝王 一直到社会 各国阶层的领导 甚至一家的家长 都叫他 都叫他 民得 亲民 知之善 亲 亲 财力 中 人 如果社会大众 都为 争民 得利 最后的 最后的 言辩 决定是 世界大战 从国家的领导人 到这个 平民 心目当中 只有利害 这还得了吗 唯利是 土 不知道道义了 这个社会 就没有救了 所以 挽救 现在的社会 挽救这个艰难 艰难天灾人火 政治 做不到 武力 不能解决问题 如更福 都讲得很清楚 用武力 只是借晕仇 但是 因国 通三世 孕孕 相报 没完 没了 那个报复 一次比一次 残酷 我们细心 在历史上观察 你能够 体会得到 你看第一次 世界大战 第二次大战 一次比一次 残酷 第三次大战 有人说 这是世界 最后第一次战争 为什么呢 这次战争爆发了 世界上人已经差不多死见了 法国 中世纪的 欲言家讲 这个战争 发生之后 世界上人口 只剩掉 七个大数 这七个大数 有人说 七亿人 也有人说 七千万人 那人差不多都死尽了 那就不打仗了 这个战争是最后的战争 我们能够相信 如果今天世界上 这所有核武的国家 他们的核子弹 统统都爆发了 这个世界差不多是毁灭经历 真的 那个时候的 核的人 羡慕死去的人 这核受罪 怎么造成的呢 大家真利 真名夺利 造成的 所以 释出世间的 神邪 无不是 教导我们 借解 忍让 以真诚的 善心 帮助别人 这才能得到 永久的和平 那么今天世界 有许多人来说 中国威胁论 说这个话 没有智慧 没有学问 何一顾 展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中国从来没有侵犯过 其他的国家 历史上找不到 中国人接受的是 神仙教育 古代帝王的时代 一直到清朝 都不例外 附近这许多国家 向中国朝贡 这个朝贡 就是外交 礼节 送礼 经共送的一些礼品 中国人回报 回礼 比他送来的要厚好几倍 绝不占人家的便宜 中国人懂得礼上往来 这个情意 越激越厚 圣人没有叫这个礼 礼上往来 是要平等的 他不是的 要多加一点 这现在人不懂事这个了 古时候 就是年乡下人 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懂得 亲戚朋友送礼 自己要用个本子记下来 为什么记下来呢 他有习庆的时候 我们送礼 看看他送多少给我们 我们不能够少过他 送一样的 再加一点 这人情厚 中国古老的社会 是这样的 国家更是如此 任何一个国家 对这个中国送礼 都记下来 送一些礼品 什么东西 我们回报 回报是哪些东西 决定回报的后 这是样样大国的风度 怎么可以占别人便宜 所以解决当前灾难的问题 只有教育 圣贤的教育 佛菩萨的教育 才能办得到 这第四条是 其莫能亲 清水 清犯 清犯里头最严重的 就是离婚 分财产 这个情是这个意思 用理邪行 你决定不会有这个事情了 这个情绝对不会有这个念头 那么我们今天看看 这个事情 离婚率多高 我还听到中国 有一些同修到此地来 跟我讲过这个问题 但中国现在离婚率也很高 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五 可社会大众认为什么 这是好现象 这是真正民族自由开放 这是西方人的思想 西方人的离婚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听说台湾已经占百分之五十 这个社会怎么能不动乱 那么离婚的人 他们的子女 是直接受害人 这些人从小 思想情绪就不正常 缺乏爱心 充满了嗔恨 这个发展下去 后果我们就不难想象得到 所以圣贤人的教育 我们用一个字做总结 就是爱的教育 圣人交给我们 人与人要互相敬爱 要互相尊重 佛在这一部经前面 跟我们讲得非常非常好 说菩萨有一法 能力一切悟到苦 这是什么法 昼夜常念善法 善法是十三一道 思维以善法 观察善法 领住善法 念念圆满 不容豪分不善家长 你就永断 祸益 祸益就没有了 祸益是祸益变现出来的 这段开始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要落实在家庭里 落实在夫妇之间 落实在你工作 你工作 你有很多同事 落实在社会 厨师带人介入 直计别人的好处 直计别人的善处 绝对不要想别人的 恶念恶行 纵然别人有恶念恶行 我们根本不放在心上 执念他的善 时间久了 恶人会被你感化成善人 你就做了好事了 你感化一个人回头 那个影响力很大 影响无数的人回头 无数的人行私 由此可知 这个实践 我们必须要学习 要认真努力去学习 对自己决定之力 不但自己不犯邪行 还要劝勉 你所认识的亲戚朋友 要把这个功德利益 给他说清楚 说明白 救自己 救社会 救一切众生 就在这个音乐 音乐 随胜佛陀教会 我们走的是佛道 是菩萨道 违背佛陀的教会 你走的是三我道 所以这时 有智慧的人赞叹 他看得清楚 他知道这里头的厉害 这是 末后 你能够回向 我无上不提 古报 是佛的隐秘藏相 隐秘藏相是三十二相之一 三十二相八十中好 是善的古报 这个佛呀 这个辅ане 这个佛儒家讲的 知语 当然啦 这个佛 rabbis 云 国必有因 因垵 因垵 虽然是 很多 无量无边 但是归拿起来 总不出 这十十 所以实现展开 就是无量无边的善行善法 希望我们同学们 带头来做 做出榜样给人看 别人就会相信 就会模仿 这样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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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